中山區勒林中心的長輩們 聚在一起看媒體試讀的宣導影片 中家寬評吉隆的講師 來到中山區 透過影片向長輩們分析 不要一昧的相信 手機收到的訊息 一定要思考判斷一下 是真是假 因為有時候 六七十歲七八十歲的老人家 他用了二十多歲的相片出來 來騙這些Line裡面的朋友 真的喔 是騙財騙色嗎 會喔 會會 怎麼說 因為有的投影兒 被那個美女罩 他就跟他一直聯繫 然後就被他被騙了 會 你有聽說過嗎 有 有 電視也有報導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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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 所信都沒有發生事情 但是告訴你們說 從此以後 我不太敢發布任何訊息 因為我們不是記者 我們只要聽來的訊息就好 不要亂傳訊息 我可能會上電腦的 我可能會上電腦的Google 或者說用Line的查證訊息的一個平台 反正 反正主要是自己要多去找一些資訊的 別家的資訊的報導 來比較來分析 千萬不要還沒有分析清楚之前 就隨便亂講亂傳 那我們發現有很多的Line長輩 每天都會接到一些訊息 但是這個訊息的辨別 可能這些長輩不是那麼清楚 那今天這個媒體辨識的能力的素養 讓這些長輩們能夠從這些看影片當中 來了解說原來我們怎麼樣去辨識 我們每天所收的訊息 要把它辨識然後怎麼樣刪除 不要太輕易的相信所有的訊息 我覺得今天透過這樣的一個課程 讓我們這些長輩收後非常的多 面對假訊息的威脅日增 長輩們在接收訊息時也變得更加小心翼翼 也感謝中家寬平吉隆來宣導解說 讓他們對於相關法令 與查證的方法更加了解 數位時代 聰明是無 中三對於正 記者陳淑萍 吉隆報導 ай去見到 有請